在疫情过后之后 到底高铁的运量增加多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搭高铁 什么船间每个车厢都爆满 而且人满为患 那到底高铁到底哪一个车站 它的进出人次是最多的 最近变化如何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高铁这个网站就有了 其实还有台铁捷运都有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高铁 那你可以找到在这个网站上 高铁的客运量 那你可以点击进去之后 然后这边有什么 高铁的客运概况 这个我觉得还好人次这个你可以统计 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 页面它有三个嘛 我好像第二个比较有兴趣 就是高铁各站旅客人数 这边会出现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有讲过 你如果要分析 我想要分析近三年好了 所以近三年的话 我可以找到年 这边用年就好了 不要用那个月 年 这个它会有年也有月 我强烈不建议用这个 月还年 我比较建议 如果只是想要大概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年 或者是说 如果你想要范围多一点的话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月 所以我想 假设我想要分析近三年 所以我刚刚用月 近三年 那我就从什么 从疫情过后之后 到底高铁人数增加多少 那就是从100年 100年1月 100年1月到100年 100 100年1月到113年 那各站 那因为有进出 可是理论上我的想法是 它应该有进就会出吧 不然它进去之后 不出来不可能 所以我干脆只要进站就好了 出站不要 然后统计的话呢 这边有这么多站 有几站 2 4 6 8 10 12站 我现在 因为我大概知道 有很多 当然不知道 比较 大家应该知道 台北板桥这个没问题 中间好像这几个站 我想应该 而且如果假设问大家 到底高铁进出站 人次最高哪一站 应该猜 台北应该没问题的 那第二名是哪里 第三名 没有前五名 好那相反的 如果问各位说 高铁进出站人数 后三名是哪三名 有人说好像有些站 几乎是 等于根本没有人 OK 那没有人 是不是为什么要设 OK 不过这也有多少道理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我们大概想要知道答案 然后把这个资料得到之后 那也是这样把它 把它拿刚刚的程式来修改看看 OK 那怎么做 直接 所以我刚刚改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主要查询 然后高铁的部分 这边改一下 那时间的话我是改成用月 100 1月 然后以月为达 这边的话就进站 然后这个总计不要了 因为它多一个栏目也叫总计 甚至 这边12个 那个站好像会12栏 会不会太多 太多你可以把一些勾选掉 按个查询 看一下 也会有表格 有没有 不过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一百年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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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一百年这几个站都还没开通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一百零四年才会增加几个站 苗栗 彰化 云林 这几个站应该是后来才有的 那 那个什么 南港好像一百零五年 所以我们也许不要这么多 这好像太多了 干脆我们 我再缩减一下 一百一十 OK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边改一下 干脆一百一十 这样就不会这么多 不然的话真的做 资料太多 有的时候也 花太多时间 我们把它改一下 一百一十 OK 我刚一百年好像太 而且有一些站就没有 没有资料 查询一下 好 那假设说我金妹已经抓到这个资料了 但问题 资料给你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画成图 你说真的啊 你是怎么看的 所以画图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你画图一目了然 但是你不画图 看得很累 这样怎么看 这哪个多哪个少 完全不能比较 OK 那接下来 请你把这个资料 整个复制起来 然后一样贴到哪里 贴到我们的 复制之后呢 再贴到Excel 我再开一个 这个的话 直接贴上 贴上就好了 那我是建议你把第一列 这个资料删掉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的习惯还是第一列是 栏位名称 不要这个 所以第一列删掉 然后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 叫高速铁路各站旅客人数 直接就把这个名称 换到这边来 点两下 Ctrl V 贴上就可以了 好 那目前我们看到 大概有这个 他问题到底哪个多哪个少 其实你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是在把它插入图表 那如果插入图表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 这个是它的一个 总数 那总数最后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加转 再来计算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针对刚刚的那个高铁的 这个资料 先绘制图表看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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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